红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飞宇 刚刚参观了一下展厅,然后这展厅整个的氛围 然后也是我自己这次没有预料到的 就是它其实自然气息非常的浓厚 然后包括刚刚看见有一只蜥蜴 一只蜥蜴,蜥是有挺怕的一种动物 但是就是刚刚看见了一只活蜥蜴 所以这整个的艺术装置 然后包括整个这次活动的主题 尤其是我都非常喜欢 然后这整个的艺术装置和整个主题也非常扣题 所以这次挺开心的 我原来可能是更爱鞋的 但是最近近两年可能更在意自己的衣服吧 衣服还有配饰 但是我虽然不是一个资深的鞋控 但是我对球鞋还是有热情的 所以说这次其实安踏和SLP这次的合作 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我讲穿的这一双 就是蒲叶绿色 其实蒲叶绿色代表着生命的颜色 然后也代表着生机勃勃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寓意特别好 然后我还比较喜欢就是这次联名中的黑色 黑色其实就是百搭的 然后也是非常低调 然后也是非常有深度的一个颜色 是啊 那我如果不喜欢用emoji的话 干嘛要用呢 对吧 就是这个表情符号是 可以避开语言的一种最直接的表达方式 然后也就是表情符号组合在一起的话 其实也不会有一个特别确切的准确的一致的答案 所以说大家如果脑洞大的话 其实可以猜一猜微博里面的内容 这段时间也在为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做一些准备 然后目前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角色 如果一个演员能遇到他 就一定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机缘 然后所以我不去强求说 我一定要接某一种类型的角色 那么一样 如果我们在 пользов牡丁与我们的话 稍微的怪我 我们下期的观看